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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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最后一块 System的Structure 也就是作业系统 它的架构 自己本身软体的架构是什么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到Nachos的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其实有非常多种 那从最简单的 simple的到 现在很热门的这种 virtual machine 概念的 所谓的OS structure 我们都稍微cover一点 让大家有个概念 好 那首先呢 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一直不断强调 使用者他所要的东西 往往跟系统 看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系统跟使用者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中间才有API 这些东西 那again在设计一个 作业系统这个整个软体的时候 他们的目标很不幸的 又是不一样 也不意外 所以对user而言 你就想想你自己就好了 你今天想要灌的一个作业系统 它怎么样你会觉得是一个好的作业系统 第一个 easy to use convenient 对不对 而且是人喔 人的话当然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它要很reliable 对不对 就是说它不能够随时crash 像早期的作业系统 常常blue screen 它就是变成一个消化一样 大家就知道就是不稳定 那再来呢 现在也很重要就是safe security 对不对 所以你不希望你的电脑随便的被人家给入侵 那同时 人就比较弹心 所以他又要这些又要快 所以efficiency当然还是蛮重要 而且指的是interactive的部分 这也指的是 就像是我们知道 手机嘛 你点下去它要反应 所以这个fast不是纯计算的fast 其实是那种interactive的fast 所以是那些IO要处理time sharing的那个fast 所以跟纯粹说我要计算一个for loop 全部是计算的instruction然后多快 那个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使用者care的是这个interactive 这个环境下它能够多快 反过来 这个系统这边的design的话 它并不是要easy to use 它要easy to design easy to debug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维护它 这可是非常头大的事情 所以如果写得非常复杂 那bug很难抓 或者是我今天要对它做一个extension 我要把它做一些修改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maintain它 这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当然它也要reliable 对我们说过kernel code是必须要没有bug的 对不对 那当然它也要efficiency 不过这边的efficiency不是interactive 而是指的是单纯的去处理这整个系统运作的部分了 好 不过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使用者需要方便 那系统则是需要去方便maintain跟实作 所以这边的方便其实指的是不太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结果是什么 这些例子就会很清楚 这个差异性在哪 所以呢 第一代的OS 最早时候的OS 那不管里面多复杂 它的system的这个架构呢 其实就像这边所看见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当时的microsoft的DOS的OS 是最具代表性的 我们说最简单架构的一个OS 为什么叫它简单呢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整个作业系统架构最下层是driver 一定要有吗 因为IO device 所以一定要driver 这个不用讲 上面当然就是application 那这个 这边是BIOS的driver 这边是software的driver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算是driver 所以真正的OS 就是这个 叫做Resident System Program 一言该过所有事情了 所以简单讲就是没分 所以叫simple 就是这么simple 就是它没有架构 简单来讲 所有东西就堆在里头就对了 怎么call随便你 没有定义 所以说它当然开发可能很快 当时系统没有那么复杂 跑率的事情没那么多 会动就好 赶快把上面的GUI 上面的API 这些弄的user friendly 比较重要 那系统里面架构 其实就是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就叫做simple 意思就是它没有分任何东西 就是基本上就没有架构 唯一的架构 driver跟OS切开了 这是很明确的 所以不能说它完全没架构 就是driver 的确就是一个layer 所以你可以plug in 你可以去 有其他的IO device 那这样的问题 当然很明显 就是它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为什么 90年代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多bug 现在不是bug 是worm 那些病毒 现在可能好一些 是因为系统架构有改善 但当时其实非常非常容易 被钻漏洞 因为它太多 因为定义不清楚 所以它也不知道是合理的 是不是应该这样去code 这些system里面的function code 然后非常难去maintain 所以其实就是 那在Windows 或者Microsoft角度 这一点还好 因为它是一个单一的公司 所以反占total control 所有人都在里头 所以可能也还好 但是像Linux 后来 我们知道现在软体趋势完全不同 现在讲求的是open source 大家一起来 是一个community 大家一起来贡献 那像这样子的架构 这没有办法贡献 大家 你改下去 可能就影响到所有其他人 那大家怎么一起cowork 那当时世代不同 所以一单一家公司 当然这些有办法去克服它 所以这是所谓的simple 那很快的大家就发现 那真的不是很好的solution 就是至少以系统的角度 或许interface那些 你可以做到很好 但是系统本身 并没有办法很好地去maintain它 等等 所以很快的人就提出了 所谓layered OS architecture 简单来讲 我们要把里面这些所有的code 因为其实OS 是一个很大的program 里面会有非常多的subsystems 所以你可以看到memory 可以看到IO driver 对不对 user的program process 像CPU scheduling 甚至于到最后一些hardware的 instruction的部分 很多很多的subsystems 所以就像我们这些chapter 也都在讲这每一个里面自己做的事情 那整个OS run 就像我们说的 其实是runch很多的process 然后大家互相沟通 那但是这些虽然很复杂 他们的当然也互相会依赖彼此 就举例来讲 memory 我们提过有所谓的virtual memory virtual memory是用disk 来当做储存空间 所以代表memory要codeIO 那IO难道就不codememory吗 其实也会 所以IO如果他想要比较快 他想要去减少一些memory copy的话 他可能就要用到一些memory management 的一些feature 所以其实layer它的好处就是 它的是比较强硬 就是要把这些所有的process 这些把它全部切成一个layer 每一个layer就是像这边所看 最核心的最low level 我们叫做layer0 然后再一直往上包 那level上面的人可以code里面 里面的不能code外面 这就叫做layer 所以layer0可以去code layer1可以code layer0的 这个范围里面 你定义的那一些process 或subsystem的API 但是level1的人不能去code level2的人 所以像这个例子来讲 意思就是说memory可以去code process 那可是memory不能code IO 因为它在比较高的layer 所以你在design上 你就不应该去make这个functioncode 那因为那样就破坏它的layer ok 所以就像这边说的 所谓的layer就是指layer n的人 可以去code 任何0到n-1layer的functioncode 只能这样code 你不能往上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非常容易debug跟maintain 比较啦 因为今天你可以一层一层去test 所以我们知道每code 你run一个program都可以去code 它的code pass 对不对? 所以它的pass 不会是进去又出来 不会这样复杂 不会绕一个圈圈等等 它就是一层一层 所以你会知道是哪一层的这些process 或subsystem出问题了 那出问题了才会导致上面一层有问题 对不对? 今天你在这边出问题的话 这边如果是ok 那其实基本上就代表下面的一定是也是ok的 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去做debug 你知道是哪一个layer里面的subsystem出问题了 好 但缺点就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这个 define layer是很arbitrate 而且是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很好define 我们刚才说 IO memory 这其实是互相code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切 那你切得不好 可能它的效能就会变得很差 因为你可能会用其他方式绕来绕去 又会破坏整个layer等等 那另外一个还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效能会比较差 因为你有layer 对不对? 所以代表你今天就是一个layer 一个layer往下扣 那就跟我们常常在说socket programming 网路那边的缺点一样 大家可能还没完全学到 不过如果有学到就知道 它有layer 好几个layer 然后一层一层在那边package unpack package unpack 这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你可能就会变成 会有很多的memory的copy 然后call一大堆 function code 你call我再call再call再call 才能够完成 你没有办法直接的跳到某一边去call 所以相较之下它的效能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好 这个就是传统的layer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切这个layer的概念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Linux早期比较像那样 就是比较layer的这样的方式 那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的Windows 跟Linux早期的初心之外 其实呢 当初研究这边 还有propos出来一个非常非常有趣 大家其实要知道的 叫做micro kernel的概念 那micro kernel它就是所谓的micro kernel的OS 是从Kamichi Melon这边 当时还在设计OS的架构的时候 他们所提出来的 那他们的最主要的概念 是为什么叫micro kernel 意思就代表说 你的kernel的程式 应该要越少越好 因为越少越小的话 它就比较reliable 第一个很重要比较reliable 因为只有那些code 不要有bug就好 其他有bug无所 第二个 它有modulize的概念进来了 也就是说 它的kernel呢 只是负责去沟通 这些不同module 它把所有的这些subsystems 都变成一个一个的module 那它中间的kernel 只是负责去沟通 这些module之间 怎么去传输 怎么去handle fail 跟interface的部分 那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系统 有新的iodevice 或有新的一些做法的时候 甚至于说你的这个 Memory的management 你今天想要把它换掉 就像我们Nachos的作业一样 你只要把它换掉 变成另外一个方式的话 那你就去只要把你的 Memory的management 的那个module 做重写就好 就把它 把hook上来就好 它并不属于 OS的一部分 那只是它可以把它 变module的去access而已 这个就是所谓的micro kernel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moduleized的概念在里头 那这个micro kernel 尤其它的一个 它当时比较严谨一点的定义是 只要是在kernel外面的 毕竟这是kernel 所以这边你看到的 graphic的subsystem 甚至于io的manager 全部在user space 所以它并不在kernel里面 它在user space里面 所以就像是一个user program而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crash 没关系 就像我们说的 只要kernel不crash就好 所以micro kernel的意思 就是它把kernel 说到越小越好 只负责沟通跟定义 不同module之间的interface 那其他所有的component OS的component 全部implement成像是一个user的program 一样在运作 那所以你可以看见 它都在user的space上面 所以它很容易portable 然后非常容易的去做extension 这就是micro kernel的概念 那这样的做法 它的缺点很明显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效能 又会比刚刚再更差一点 对不对 因为这每一个user space跟kernel 所以你每一次你在subsystem之间 如果要沟通 你都要透过kernel 所以那都是一个system call 前面的你可以看见 不管是layer或simple 它们都在kernel space 所以它没有interrupt 它就直接call 就像你们program之间call 所以这个会非常非常慢 因为你每一次沟通 甚至于kernel supposesOS的component 之间沟通 它全部都是system call 所以会变得非常的慢 而且它为了 因为很多人共同运作 所以它为了要避免synchronization 我们后面讲一些问题 它是透过message passing 所以要沟通 你参数要去传 你一定要做memory copy 所以会变得很慢 这是它的缺点了 很reliable 没话讲 但是它的效能 你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system call 因为message passing 所以会变得更慢一些 但是它非常的modularized 那现在的 我还没有这么去study 但我有听说 我也知道 大部分现在新的一些IoT的device 就是这种embedded system 它们其实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有一些新的作业系统 specialized OS 或者甚至于大家都mix 所以就像Mac好像也有 就是有部分的概念 它是像micro kernel的概念去做的 那这个是很极端 就是说早期的时候 那提出来另外一派就是 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做OS 全部把它变成module 然后全部把它丢到userspace去 然后kernel要非常非常小 那这概念 其实大概有它可取的部分 所以真实的作业系统 还有新的一些作业系统 有些人是这样去考量 去用的 好 那第四个 modular的OS 那这就常见了 这个的确大部分 基本上现在Linux 这些全部都是用modularOS 因为就像OO概念一样 eventually 系统也就像语言一样 所以就应该用OO的概念 所以就像刚刚其实很类似的 它也一样 在我们的OS 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堆subsystems 而且这些subsystems必须要 define好它的interface 也就是像OO的方式去写这个作业系统就对了 那跟刚刚的唯一的不同 就在于说全部都在kernel space 所以它keep了那个modular的部分 然后呢 但是它没有那么那么的严谨 所以它就全部就是一个单一的系统 然后全部在kernel里面 所以它就有很多的flexibility 至少你在沟通的这个部分 它就不需要透过message的passing 那很重要的人为什么叫modular 意思就是你是loadable 所以你今天可以去load kernel module进去 然后呢 就可以去改变这个作业系统它的一些feature 那again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们出那么多作业 但其实非常encouraging 你去看这讲 这都没有很多content 怎么样写一个kernel module 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都有 所以你就follow那个step 可能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做一个自己的kernel module 你就灌一个自己的linux 然后你可以按照这个步骤 自己去写kernel module 漏进去 那结果是什么呢 kernel module为什么怎么运作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基本上我们都说过 任何 只要是system code 会透过interrupt interrupt interrupt会到一个table interrupt routine interrupt the vector Hardware synchrone的话 是interrupt vector OS这边system code的话 其实有一个叫做system code的table 所以就像你们改nachos 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table 本来就reserve好一些entries 是空在那的 所以当你用administration的permission的时候 你可以下insert module的意思 就是你去改这个table的entries 所以今天你就可以定义新的system code 那事实上 因为最常见的这种法其实是replace 也就是你本来有一个system code 叫做fopen好了 那你今天就insert一个overwrite 那个entries system open 是你自己写的一个kernel的code 然后你中间呢 就第一行就说print file name 就偷偷做一些事情 然后后面再去code到原来的function code 所以你只是在那边间接啦 有没有 所以你只是在for work的这个过程中 call pass中间 先call到你写的system code的module 他再call原来file system code的module 所以其实不会影响到系统的运作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偷偷的print out出一个讯息 现在的file name是谁或使用者 这就是基本的概念 就这样 所以通常去改kernel的一个方式就是这样 去insert一个kernel module 然后呢去替代掉原来的 然后再接回去 所以你就可以拦截那个system code 然后去做一些profiling debugging 或是其他的事情 所以是用这样的概念 因为本来就是透过这样的流程 就是system code table的entry 做修改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只能上这了 那我们 礼拜三有课 对 所以我们礼拜三会讲virtual machine 好 catch